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真正的念法应该他这个字指色的应该是清朝的清字 因为他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清朝的清写的有点不一样 他少了一个主字 所以一般上有一些人也会把它念成清无主 那谈到这个岳目呢 其实我们蚂蚁学人也是很关注的 所以我们也做过了两期节目都有提到这个岳目的 这个特殊的一个符号的意涵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点击来看 但今天我们就要谈我们这一本青年学者论新山里面 蚂蚁为他特别写的一篇论文 棉玉亭义山的岳目 那我们知道棉玉亭义山就是新山的华人的一个老义山 蚂蚁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是提出了很多的一些他的观察跟他的观点 我们不要破梗 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要讲一些论文看不到的东西 蚂蚁这一篇文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最初到底为什么会想要写这篇文章呢 这个时候你问我就问对人了 那我最初原本就没有想要写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出来其实是偶然 偶然 然后而且是有一个人呢 他促成我去写这篇文章的 那个人叫做莫加浩 哇塞 太过力了 那莫加浩为什么会害到你要去写文章 这个话就说回来了 我看差不多是2010年这样的时候了 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10年了 10年前的时候呢 我刚刚大学毕业 当时莫加浩就是插这个中华工会 文路馆 那时候呢 刚好遇到中华工会90周年 天年特刊的一个筹备 然后莫加浩 他就有负责去帮忙邀稿的这件事情 我当时在台湾念硕士 然后我硕士是立志要研究自己的家乡 所以我就研究新山 所以那时候莫加浩先生就有来跟我接触 他就有问说 你要不要来写一篇文章 然后登在这个90周年 哇那时候你知道我很高兴 因为莫加浩 他也是我的学长 他就讲说我难得被 我难得被邀稿 因为我是研究比较历史的部分 我就去想要去找史料之类的 那你知道我发现到新山呢 他那种史料的量 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也不像你去像你去在新加坡在马六甲在槟城 随便一看就是一个这个清朝的牌匾 碑文的这样子 所以新山是相对少的 相对少的情况下 无意中我就发现 因为以前我们在史蒂学会的时候 讲到历史什么的时候 老师就会跟我们讲 一山是我们的文化的很重要的东西 我就跑去研究一山 就看一下有什么好做的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去想说 我不知道新山有多少人 那我不是试试看去抄一下墓碑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果 抄了墓碑我就发现到 有一些呢 好像亲无阻目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硬末敲之腰 就写了这篇稿件 这篇文章 没有错的话 应该就是我第一个 生平第一篇 写有关新山的文章 最后这篇文章也被 刊登在中华公会 90周年的纪念特刊里面 其实我已经完全忘记掉这件事情了 感动那个 伟权还记得原来 我就是那个死作俑走 我都会把坏事忘掉了 这个绝对是功德无量 绝对是好事哦 那你还有一些东西 你可能也忘记 要不要我这边也提一下 是是是 我们还有什么这篇文章 不能说的秘密经验 全部说出来 是那我这一篇 其实从题目来讲 我们的主角就是岳墓 然后我去统计他的数量 然后来讲一些故事 然后我记得呢 我把稿件呢 成交给墨佳浩先生的时候 墨佳浩先生就给了他的大哥看 他大哥叫安焕然 大哥是对的 然后安焕然就回信 给了很多的肯定 然后那时候我就备受鼓舞 有没有 所以我在想说那时候 真的是哦 没有这个墨佳浩的牵线 没有安大哥的肯定 然后安大哥也把我写 写在这个专栏那边 也让我到这个陶德书香楼 在那边分享 那时候对于我而言 是一个莫大的荣耀 因为陶德书香楼 可以去那边分享的人 都是我们新山的 文史研究的这个翘楚 包括吴华老师 我书庆祥 我安老师这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被邀请去那边 我真的是 那种感受很特殊 真的很特殊 因为我是一个完全对新山 不是很有sense的人 对新山不是很有sense的人 出了一本专门 谈新山历史的书 这是后来被鼓励了 就有sense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硕士 还没有毕业的 然后就在那边做研究 也不懂自己做的东西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种在地的肯定 对于一个晚辈 是很重要的 那我读了这篇文章 我个人呢 我的简单的一个两个感想 就是他提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 潮州籍贯 这个潮州籍贯 跟我们说的这个月这个符号 在新山这样子的一个 历史的时空里面 他是曾经是高度关联的 没错 其实他还没有写这篇文章 其实新山的文史前辈 对于新山的历史呢 其实大概有做了一个很大的描绘 也就是说 新山的开部呢 跟潮州异星有关 然后以前的新山是小汕头 所以新山 异星 潮州 可以讲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一个结合来的 像走过历史这一本书啊 里面也是有告诉你 我这个阿布巴卡呢 是异星公司的大佬 然后我们从以前的历史呢 也大概知道说 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呢 异星慢慢就默默掉了 因为我自己是地理学的背景 地理学的背景 其实对于史料故事的掌握 其实没有很深 但是我们的训练 基本上是教我们 如何用数字 如何用这个统计啦 分类啦 这些来去整理出一套资料 然后再根据你整理到的东西呢 去讲故事 或者说看它能够去反映哪一些大环境 所以我这篇文章主要在聚焦在这个地方 整理了这些资料过后 我发现到 我们所收集到的这个墓碑 其实你从它的变化 籍贯啊 数量啊 这些所出现的时间啊 它所呈现出的一个图像 正好就是各位老师们 他们所研究新山历史的整个大架构 就反映在这一些墓碑 反映在这一些数字上面 对 没错 那就是我说我看到的 维权的这篇文章的第二个重点 就在这一边了 他把这个义公兴在柔佛的 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个兴摔 跟这个岳木的这个 在义山上的一个出现的数量 去做一个比较 发现他们似乎是契合的 对 他们是契合的 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讲 这个义星的势力很大嘛 在兴山基本上是他诈费的 那之后慢慢越来越不大嘛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 岳木的数量里面发现到 以前真的是义星的大哥的 比例很高 然后来慢慢比例越来越冲淡 这样子 我是完全可以对应到 所以有人说 就像那个IFM的某字 他说我们是木派 古木派是怎么做研究的呢 古木派是不是只是在那边 抄墓碑呢 那我相信 伟权这篇文章就告诉我们说 古木派抄完墓碑 真正的那个功夫是在于 你怎么去解读这些墓碑 还怎么去分析 你收集到的这些墓碑 然后去跟我们的历史和地理 的整空大背景结合 去讨论这个事情 那想要深入的了解 伟权的棉玉亭 一山上的岳木 到底写了什么内容 他到底是怎么去把我们刚才说到的 不管是疾惯的关系呢 还是历史的联系呢 全部用一个坟墓的这个数据 去把它串联起来呢 还有这篇文章 这作为他的这个学术生涯的起点 是怎么去映造了我们的这个青年学者 论新山的一种特殊的史料与视角 就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本新书 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马语学人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